盘山公路上一辆冒烟的巴士缓缓停在路边 车抛锚了 司机连同五个乘客只能下车 更不走运的是 这条山路上没有信号 他们只能在原地等待好心人拉他们一程 可西亚不愿停留在这儿 在巴士司机处得知 20公里外有家汽车旅馆后 他决定独自前往 不仅因为他有胆量 还因为他有足够的警戒心 在西亚离开后不久 剩下的五人真的等来了好心人 这是一个开着大卡车 支持上任总统的大叔 慈眉善目的老红帽告诉众人 他可以稍各位去服务区 然而五人中司机要留下来看车 玛丽夫妇也不信任老红帽 只有金发妹和鸭伯男上了车 本来还担心老红帽心怀不轨的两人 在路上仅三言两语的交谈 就被幽默的老红帽逗得哈哈大笑 彻底卸下了防备 而在原地等待救援车辆的巴士司机 遇到了一个牛仔打扮的徒步旅行者 牛仔表示 自己本来想搭个便车的 这一下可真是不走运 谈话间司机发现牛仔大衣里居然有条死蛇 谁会把死蛇带在身上 顿时决定离这个怪异的牛仔远点 谁知刚一背身 就被牛仔用死蛇死死缠住了脖子 挣扎许久 想起自己有枪时已经晚了 而在车内看到这惊魂一幕的男女正要逃命 却被捡起枪的牛仔堵个正着 玛丽的丈夫直接被牛仔开枪射杀 玛丽则翻出车窗尖叫着跑了 看着那尖叫奔逃的身影 牛仔却丝毫不及 荒郊野外原始森林 正是一个不错的猎场 此时金发妹三人已经抵达服务区 正在休息时 角落的钢琴传来悦耳的叮咚声 金发妹发现这个幽默的卡车司机 居然还会弹钢琴 这让金发妹一下动了心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去车厢试试 减震器效果如何 仅仅几分钟过后 老红帽就独自下了车厢 锁上了后厢门 而在里面是金发妹那被吊死的尸体 此时压伯男以为金发妹已独自离开 便让老红帽一起回到巴士抛锚的位置看一眼 他们到了后巴士依然在原地 只是本该在此的三个人却消失了 随后压伯男打开行李舱 一个两个行李都在原地 正当打开第三个舱门时 里面居然是司机和男子的尸体 看着这血腥一幕 压伯男被吓得语无伦次 老红帽却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般 随后拔出手枪 打晕了压伯男 还用舱门直接压断了对方的脖子 杀得兴起的老红帽并没有发现 一位同行正在看着自己呢 就在这时 两人突然听见了一阵痛哭哀嚎 正是被牛仔抓住 绑在树上放血引寿的玛丽 老红帽兴奋的寻声寻觅 他也见到了那位同行的趣味作品 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点点头就离开了 丝毫没有理会哀嚎的玛丽 而在一开始就独自上路的西亚 也在黄昏时抵达了汽车旅馆 好巧不巧的是 牛仔和老红帽这两个变态杀人狂 也相继在夜幕降临时 入住了汽车旅馆 都成了西亚的邻居 在西亚出来买瓶水的功夫 他已经被牛仔锁定了 成了对方眼中的绝佳猎物 可老红帽也对西亚很感兴趣 两个杀人狂互相对视 心里也早已摸清 对方也是同行 但西亚在这陌生的环境中 时刻都在紧绷着注意力 他敏锐地发现 洗手间外潜伏的牛仔 正在用利刃划过玻璃 西亚立刻收拾行李 匆忙离开了旅馆 也正好躲过了老红帽的突袭 此时行动失败的牛仔 听见了卡车发动的声音 他赶上去就要抢人 但自己抢来的车 也被老红帽扎破了车胎 果真将还是老的辣 然而西亚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老红帽 为了赢得西亚的信任 老红帽亮出了自己的警徽证件 成功让对方相信自己 结果西亚刚上老红帽的车 就被对方打晕了 等到他再次醒来 双手已经被手铐靠住 身上也被改装过的安全带绑死了 西亚终于反应过来 对方不是擅长 他尖叫哀嚎着 可根本没用 没一会儿 卡车的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正是牛仔 两个杀人狂再次会面 都对对方的底细心知肚明 出于同行礼仪 老红帽让牛仔上了卡车 结果牛仔不讲武德 想要抢走眼前猎物 老红帽没有办法 立马拔枪和他对峙起来 还默契的让西亚猜猜 谁会杀了谁 西亚崩溃了 咋着日子一天天的都不好过呀 他决定你俩都一起去死吧 随后猛的踩下了刹车 两个杀人狂没系安全带 直接飞出了车外 你们还不知道安全第一条吗 重伤下 两人开始肉搏起来 都想杀掉对方 成为最终的赢家 最后重伤的两人 两败俱伤 双双倒地 而西亚虽然绑了安全带 但也因受到撞击 昏迷了过去 此时老红帽和牛仔再次醒来 他们却身处救护车上 两个同行都快半身不随了 还骂骂咧咧的想动手 似乎还想在医护人员面前 不暴露身份的分出高下 可医护人员就没这么好脾气了 直接用特大号针管 给两人一人一针 锋利的针管 直接插进了心脏之中 两个变态杀人狂 在医护人员放肆的笑声中 以最痛苦的方式 结束了恶贯满盈的一生 这辆救护车居然是假的 而这两个医护人员 居然也是变态杀人狂 好家伙 真就全员恶人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叫做《带我上路》 出自美剧 恐怖大师第一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